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同志朋友大家早 我是志宏哥 今天是7月24日早上10点 那今天加全指数呢非常的关键 因为今天加全指数呢占上10900后 今天呢是第三天 那先讲我们跟大家讲 这边呢只要三日价呢不再跌破10900的话 这边呢我们多方防守价会跟着往上移 所以今天呢会非常的关键 那这边加全指数呢这边要有效站稳的话呢 关键呢还是在于美股 所以志宏哥这边呢想先跟大家来追踪一下美股 再来谈一下加全指数 那美股呢这边呢站上红色这条线之后呢 志宏哥就跟大家讲 美股呢这边过高点之后呢 会在这边开始呢反复的震荡 反复震荡呢只为了营造高峰 那这边反复震荡呢这边只要不跌破红色这条线的话 有机会呢反复震荡盘间 我们呢可以接受它反复震荡盘间的方式去过高 但是呢它如果是一路往上喷出的话 那这边呢就会很容易呢形成泡沫 那为什么这边比较是用反复震荡盘间的方式呢 最主要就是受到这两个数据的影响 那有很多人可能是今天第一次看这种歌的影片 那这种歌呢还是要把这两个数据呢跟大家提一下 这两个数据呢一个呢是美股总市值除以GDP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负值率公债 那这边呢为什么美股总市值除以GDP 跟负值率公债 这边呢两个呢会互相的多空拉扯 最主要呢就是目前呢这种市值除以GDP呢 已经来到了历史高点 那先前我们跟大家讲 如果这边来到历史高点 它不会马上出事 但是呢你要把这数据呢放在心中 因为呢这边万一形成一个爆点的话 有个什么插枪走火 这边呢很容易呢就是形成一个连续重出的阶段 所以这边呢这数值呢 如果GDP呢不能有效跟着放大的话 那美股再一路往上冲 这边呢就会相对容易形成一个泡沫 那目前呢处于一个经济扩张为生 Fed呢这边还有机会呢去扭转这个架构 但是呢这边如果Fed这边降行 也没办法再扭转这个经济衰退的事实之后 这边呢行情呢很有可能呢会开始往下 但是为什么说没有这么快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负值率公债 目前呢这个全球呢负值率公债呢 已经来到13兆美元 那先前的这些资金呢 这些投机热钱呢 因为风险性资产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因素 因为中美贸易战 虽然这边投机热钱呢 将这些资金呢 parking在这个 复值率公债 但是投票你要想一下 今天你把钱存在银行 但是到期的时候你的本金呢 是会有损失的 因为复值率你现在存11万进去 你到期的时候只能拿回10万块 所以这边资金呢 只是呢短期呢 parking在这边 这边呢当外面的不确定因素 暂时告一段落之后 这边呢 资金呢会开始外溢 开始外溢呢 去找寻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包括我们先前提到了 比特币 或是黄金跟白银 他这边呢 会不断的去找寻机会 那这边只要流出1兆美元 哪怕只是流出1兆美元 风险性资产呢 这边呢都会掀起很大的破烂 所以目前呢 这边多空数据呢 两个在拉扯 所以呢使得呢 美股这边呢 不容易呢 用喷出的方式去过高 比较适合的是用震荡盘间的方式 就是缓步的往上推 那这边呢 虽然说这种对后市呢 非常的看坏 对降息循环也非常的看坏 但是呢 短线上 我们呢会尊重一下 这个宽松 宽松之间行情呢 将指数称在高档的一个形态 先前我们跟大家讲 M的右边反复呢 是为了出货 短线上前再砸下去呢 会将指数呢 称在高档 但是这边称的越久 泡沫会越大 那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说到 目前市场上呢 大家都很小心 那越是小心的情况下 这个盘呢 就越不容易崩 虽然这边呢 当你发现人性开始贪婪的时候 这边投机热钱开始退烧的时候 当美股呢 跌破红色这条线的时候 你这边呢 你的多方部位呢 就要开始要小心了 那如果没有跌破红色这条线 在这边上面呢 反复的震荡的话 那压回没跌破 这种都会偏多看待 那这边呢 那我们跟大家提到亚当理论 亚当理论 最重要精神是什么 就是偏多操作 那偏多操作 你就是尊重一下市场上的形态 当这边呢 五月初的时候 开始下刹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尊重这个形态 一路呢 做多没有停损 当然你的运气 如果本 如果你的本够大的话 你运气很好 这边呢 反弹上来 还会让你解套 但是如果这边是往下再刹10% 再刹个20%呢 这种会相信 再多的钱呢 也不够你输 那如果你这边开始做空 那你没有听这种歌的话 尊重一下长虹K棒 如果你没有尊重长虹K棒 没有先将空单 那获利了结 没有先将空单 那给停损的话 那这种会相信 这一段呢 你又输了不少 有没有 我们一再讲顺势操作 顺势操作 这边呢 你这边都没有停损 那个股呢 如果输了20% 如果输了30% 你还没有停损 那你跟这种歌讲说 你在顺势操作 那真的是见鬼了 所以目前呢 我们是尊重一下市场形态 市场形态 还没开始反转之前 还没跌破红色这条线之前呢 这种会压回呢 都会偏多看待 所以美股呢 目前是这样的形态 包括SP500或是NASDA 目前都是属于这样的形态 那非半呢 就是这一天的比较强势 因为台积电法说 会这边释出一个偏乐观的讯息 整个带动了半导体的这个股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非半这两天的走势 是比较强劲的 那看起来也有机会呢 再次挑战今年的高点 那再挑战今年的高点 这种歌 也会把非半的多方防守价 稍微呢 再往上去做移动 那谈完的这个美股之后呢 这种歌还是要提一下 M的右边 M的右边我们刚才已经提了 反复呢 只为了出货 那当人性开始贪婪的时候 当这边热钱开始退烧的时候 当费的利率降 当费的不断的降息 却没有办法刺激经济的时候 那你就要小心啊 这边际线走平下弯 那跌破之后呢 就会连续出现重挫的阻跌段 那我们有跟大家讲 我们呢 可以用MIS呢 来去观察一下爆点 那同样你这边你可以去 打开你的电脑或是打开你的手机来看 MIS呢 这边呢已经创了波段新低 那创了波段新低呢 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短时间内风险性资产会相安无事 所以这边呢 反复震荡盘间 压回呢 这种都会稍微的偏多看待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几个指标 原有呢 美国公贷值率跟美元指数 那这三个指标呢 昨天呢都是呈现一个盘涨的 那要值得留意的是美元指数呢 昨天呢 有重新涨回的季线 所以这边涨回季线 这边台币的动能就会跟着 开始稍微减弱 台币动能可以减弱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成交量呢 都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有效放大 那先前我们一再跟大家讲 这个成交量呢 如果量增呢就是价涨 那如果量缩呢就是一路盘整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呢 每一根的价价涨呢 都是伴随着量增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的量呢 都又又开始萎缩了 前天呢这边占上一万零九百之后 这边成交量却不能有效放大 那这边成交量不能有效放大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呢 这边大盘呢 如果再往上涨的话 遇到五月套牢卖压 这边呢很容易呢 形成一个压回 那很容易形成一个压回 这边个股呢 涨多的呢 就容易呢 开始回挡修正乖离 那同学们 这边呢 过高的 我们不一定呢 要去过度的追加 这边涨多呢 会开始修正一下乖离 这边呢 你不妨呢 趁着这个修正乖离的时候 这边我们再来去做进场 虽然加圈指数这边呢 跟美股一样 会反复震荡盘间的方式 那这边 如果你不是指数操作者的话 加圈指数呢 并不是你要太去做关心的 因为加圈指数呢 目前呢就是一个反复震荡 那往上空间呢 或许不会太大 但是呢 这边加圈指数震荡 个股呢 就已经有相当大的差异了 个股呢 为什么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因为呢 因为呢 这边筹码会开始集中 这边呢 会涨一些你不敢买的股票 同时呢 这边涨多股票 又要开始修正 这边呢 你反而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决策 我到底要不要追 那追了 我会不会开始回答 所以这边呢 刚刚才跟大家讲 这边呢 你可以趁一些涨多 然后拉回修正乖离的这种股票呢 你进场去做买进 那比如说呢 我们应该跟大家提到的记忆体掌声再起 那记忆体呢 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群眼的微钢呢 带动了整个低润 带动了整个Netflix产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历程 6239 今天呢 也是跟着顺势大涨 所以呢 如果这种群眼的微钢呢 你追不下手的话 这边呢 你可以去找寻了一些相关的低润概念股 这边呢 一线会带动二线 那出记忆体 如果一线二线你都不喜欢的话 那这边这种根认为呢 你可以去留一下细经元 细经元在这边还没涨的时候 这种根呢 就已经提醒大家 那目前呢 都已经创了还原全息的新高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留意一下细经元 最主要原因就是 细经元呢 这边呢 记忆体的用量是最大的 那如果记忆体报价呢 持续上涨 那库存呢 已经回到健康的水位 同时呢 甚至这边呢 供不应求 那记忆体持续上涨 那接下来 细经元如果产能 也开始跟着满载之后 这边呢 那细经元报价呢 也很有可能跟着调涨 那细经元这边 还有机会 还有另外一个例多就是 台义店这边对半导体的产业 并没有太看坏 所以啊 这边呢 我们要去留一下细经元 在低档的时候 这种哥先跟大家讲 那接下来 这边传出细经元 要开始调涨报价的时候 这边呢 就是我们准备要出货的时候了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 外资呢 在低档的时候呢 不断的敲进了细经元族群 所以细经元族群呢 是这边呢 头一边有 你可以去做留意的 同时啊 这边呢 盘面上来一些个股呢 在零星跌火 那这档呢 小名呢 又来了 昨天呢 这种哥跟大家讲完之后 这边开始做个压回 实在呢 是很落魁 但是呢 这边呢 只要长虹K棒的低点 长虹K棒的低点呢 这边没有跌破的话 那这种哥呢 多单就会续报 这边长虹K棒的低点 跌破的话 那我们多单呢 就会准备停损 虽然呢 这长虹K棒的低点呢 会是一个多空分水 但是我们出场 不一定会马上做空 所以这边呢 你要去留意一下 长虹K棒的低点 那再来呢 有没有哪些个股呢 可以去做空 我们跟大家讲说 这边呢 反复震荡 那有些个股呢 会开始做拉回 那拉回形态 即使呢 我们这边去做放空呢 也是另外一个机会 那这一天呢 市场讯息呢 都有传出一个讯息 就是 华为呢 这边上修他的手机 供应业的出货量 这边华为上修手机出货量 从原本呢 这边的2.5亿呢 上修到2.7亿 你可以想像 在这个川普呢 对华为制裁的情况下 华为手机呢 这边还能逆势成长 那这代表是什么讯息 先前呢 措施啊 这些华为供应业呢 这边呢 会开始呢 往上补涨 那我们会看到 这天华为供应业呢 这天涨呢 都是非常漂亮 前几天的重灾股呢 前阵子的华为供应业 是一个重灾股 但是呢 这几天转为一个盘面上的主流 我们可以看到3105的五帽 这天呢 是不断的创新高 再创新高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 3081的联雅 看起来也是蠢蠢欲动 虽然这边 这个华为供应业 看起来有机会做个补涨 但是这种要跟大家讲的是 先前呢 为了抢这个三星手机 流失市占率的 他牌手机厂 这边你就要开始留意 他会不会这边库存过高 为了抢市占率 然后不断的去备货 那会不会形成一个库存过高的效应 那不断的去备货提早拉货 那相关的供应业 会不会开始就是跟着 进入一个淡季的空窗期 这边你就要去留意一下 那好比说呢 我们放空这档三星概念股 三星概念股的这种认为呢 这边呢 已经呢 形成一个大M头了 那形成一个大M头 这边 这个长黑K棒呢 是一个很大的败比 那长黑K棒是一个很大的败比 昨天呢 我们趁他反弹的时候 反弹的时候呢 我们进场去做放空 那反弹上来 进场去做放空 相对的 我们往上停顺点非常好设 往下要加码 我们呢 已经有获利可以去cover了 这边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有获利了 那再次跌破 这个长黑K棒 往下 我们就是顺势加码 所以目前呢 华为概念呢 华为的手机上销之后 他排了手机场 你就要开始留意了 我们可以看到三星概念股 有些个股呢 已经开始在跌了 那 苹果概念股 又有些个股呢 充满已经开始松动了 所以他排手机场呢 这边呢 相关的供应链 你就要开始留意 会不会拉获效应已经结束 然后要开始进入一个空窗期 那股价呢 这时候呢 就很容易呢 开始做回档 先前呢 涨上来的 那这边呢 很容易开始形成回档 所以这边呢 三星概念股跟平概念股呢 你反而要去做留意 这边会不会有个什么补跌效应 那这边呢 这种歌要跟大家讲 我们公三层的资料里面 有一些个股的空单呢 是所谓的三星概念股 有一些个股的空单呢 是所谓的平概股 那这边呢 都还没发动 这档呢 已经发动了 但是呢 资料里面的个股呢 都还没发动 只要一跌破 这个放空的甜蜜点的话 这种歌呢 就会进场狙击它 这边呢 只要跌破一个多方防守价 我们呢 就会进场去做放空 同时呢 这些资料里面的DNA呢 这种歌认为呢 都有机会 复制像宏观6568 或是1256 鲜活果汁 这样供三成的一个报酬率 现在这些个股里面呢 都有这样的DNA存在 包括资料里面 我们跟大家公开透露的 低润族群 公开跟大家讲的矽晶圆 这边呢 都有机会 那其他个股呢 我们就是等待发动的甜蜜点 所以投资朋友 这边呢 影片下方呢 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这多空标的呢 分别呢 是各十档 十档里面呢 都有复制像6568 像宏观1256 这样的DNA 那如果这边是机率大 跌破一个多 跌破一个甜蜜点 或是突破一个甜蜜点 这边机率大化 我们甚至用这个权震 来去开杠杆 这边我们往胜率大方向去平均下注 那善用一些交易工具呢 来提高我们的报酬率 就好比说 我们先前跟大家提到 3034连勇 我们呢 用这个权震呢 这边呢 获利呢 也是来到三成 甚至是去年 去年呢 这一波呢 我们呢 也是获利三成 虽然呢 里面的多空标的资料呢 有一些个股呢 正在蠢蠢欲动 欢迎大家影片下方 填写表单呢 索取这份资料 同时呢 也请大家呢 持续锁定这种各的 FB股计消息 或是Lite股动人生 终于呢 在上面呢 会有一些及时的多空讯息呢 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